花莲县政府109年度幸福花莲秋节生活物资发放作业 23号是在寿丰乡、凤林镇、万荣乡、光复乡四个乡镇室来发放 县长徐真卫特别发放了3300份的白米 让乡亲们感受来自县府的温暖 共度温馨愉快的中秋佳节 县长徐真卫开心地与乡亲互动 预祝大家佳节愉快 同时也提到天气逐渐转凉 入业之后早晚温差大 提醒乡亲外出要记得多加进衣服 徐县长也提及即将在10月17到10月22号举办的全民运动会 也欢迎乡亲亲临县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也鼓励乡亲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 也期盼共同推动全民运动风气 现在好像日记比较凉爽一点 哈娜又来看大家 很感谢大家把自己照顾的这么好 尤其是现在中秋节前夕啊 真的 我第一个要谢谢社会处 以及我们前面的那个 卫生所长期以来服务我们的地方的乡亲 让我们大家这个都能够得到有的照顾 那哈娜也希望 今天我们社会中有很多人来 尤其是陈嘉峰处长也在这里 对不对 如果你在生活上或者是就业上 有任何的困难或困扰 请大家不要过去找他好不好 长期关怀 若是权益的县长许正蔚 亲手提起重达6公斤的百米物资 分送给花莲若是乡亲 并且在会场入口处 亲自向每一位乡亲问安致意 县府社会处同仁 及替代役更主动协助行动 不便长者与生长者领取搬运物资 让乡亲倍感窩心 记者林杰中区综合报道